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第一个model吧 那么呢 这个第一个model 毫无疑问底 当然是最简单的 我们就老样子 从我们的monopoly pricing problem开始 今天呢 假设我有一个setter 这个setter会去卖一个东西到一个market上 这market上面当然就有一堆consumer咯 那这里的consumer他们干嘛 他们每一个人会有一个willingness to pay theta 费答呢 会uniformly地落在0到1之间 所以这个setting应该还算合情合理 对吧 就是呢 同样是一个商品 有的人呢 他愿意付的价格就是稍微高一点 有的人愿意付的价格就是稍微低一点 那我们把它normalize到0到1之间 这样 那我们说啊 consumer他们是heterogeneous的 就是他们是一直的 consumer一直是这两个字 他们的值是不同的 对吧 一直 他们的willingness to pay不一样 那这个假设应该蛮正常的 那我们呢 在我们的领域里面喜欢说啊 我们会说 让我们看得出来厂消费者不一样的那件事情 叫做消费者的type 就是他们的类型 所以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setting里面 我们的consumer的type 就是willingness to pay 是这个样子 如果有一天呢 你发现你有另外一个model 你想要model说为什么消费者不喜欢上网 有一些这个人他买东西他不会上网买 他会去实体店买 对吧 如果你想要model这件事情 你可能会有一个参数 是消费者觉得上网这件事情 他有多讨厌 那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因人而异 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人平均而言 比较不喜欢在网路上买东西 这样子 那么呢 我们就说consumers他们是heterogeneous 那个时候他们的type 就变成他们的cost of purchasing items online 可能是mental cost之类的 总之让你觉得消费者哪里不同 那就是消费者的type 这样 好 那么呢 我们今天既然把willingness to pay 叫做consumer的type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做很多事情啦 首先 我们呢 就说 诶 那好 我今天呢要决定一个price 一旦我决定price了以后 consumer他们每一个人 就会有一个utility function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在今天的lecture里面 我们的每一个consumer 他们都会有utility function 那我们既然要知道consumer会怎么behave 那我们就需要写他们的utility function 我们那假设消费者的utility function utility function长这样 u of theta 等于theta-p 那这个写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呢 这里是有一群消费者 每一个消费者的type theta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u of theta 这个东西 就是说 type为theta willingness to pay为theta 的那一个消费者 他如果买了这个商品的话 他会有多爽 这样 所以呢 他的爽度 跟我愿意出的价格有关 我越喜欢这个商品 我买了就觉得越爽 对吧 但是呢 要扣掉你付的钱啊 你越付钱 你付的越多钱 你就越不爽 OK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是在假设说 消费者的utility 就是theta-p 我愿意出到什么程度 扣掉我真的出的 那个价差 就是我的utility function 这样 所以啊 我今天如果有买 那就是theta-p 那如果没买呢 没买的话 当然就是跟没看到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这个时候我的utility就是零 那我们technically 我们会说 他的reservation price是零 也就是说呢 他觉得 要不要买 就是把这个utility 跟他的reservation price 来做个比较 我呢 如果觉得我的theta-p够大 大过零 我就买 不然我就不要买 idea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每一个consumer会决定要不要买 whaler to buy by considering product price 以及他自己的utility 以及他自己的willingness to pay theta 那我们另外还有就是 production cost是c sender呢 选p去maximize他的profit 好 有了这个setting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完成我们的model了 我们呢 现在已经有 demand function了 我啊 需要什么叫demand function 就是 给定我的price了以后 我要知道我的需求量会是多少 有多少人愿意买我的东西 对吧 那我现在如果决定price是p的话 我当然知道咯 consumer要买的前提 就是他的willingness to pay 要theta要大于等于p 他就买 对吧 所以啊 今天 一旦我知道这个事实了以后 我就知道 consumer会被切成两个segment 哪两个segment呢 就是 他们会theta落在0到1之间 对吧 而且他们会从某处切开 那个地方就是 如果我的theta比p来的大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theta-p嘛 如果我的theta比p大 那我的utility买下去就是正的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买 我们说这个叫做high segment 因为他们的theta比较大 那另外一边呢 就是low segment 他们的theta比较小 小过p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不买 就这样 所以啊 一旦我决定了p 一刀切下去 consumer就会被切成两群 一群是high segment 一群是low segment high segment会来买我们家的商品 low segment不会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有时候呢 也叫他们high end consumer 跟low end consumer 这样子 好的 所以今天的idea就很简单啦 我觉得我够喜欢这个商品 我才买这个商品 那么一旦我有这个 smart key segmentation 从这边切开 然后呢 这里是p 这里是data 介于零到e之间 对吧 那我就知道这一段有多长了 我p一设下去 我就知道我的demand volume 应该是1-p 会有1-p这么多人来跟我买 所以我seller的profit maximization problem 就可以写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demand 对吧 那前面是什么呢 前面老样子 是我的margin嘛 所以基本上呢 我就得到了一个 还蛮眼熟的 profit maximization function margin 乘上demand 那这个问题当然大家会解咯 concave first order condition之类的price 1-2加c profit 1-4 这个大概不需要再讲了 很快地收个尾 我们刚刚在解的东西 你心里觉得好像跟之前差不多 对吧 但是呢 有一个差别的 我们之前基本上是直接尝试convince你 说demand function就长这个样子 就长得像a-bp这样 就长得像e-p这样 但是我们刚没有 我们刚刚事实上是先设定了model setting 先说这里有一群消费者 然后才去derive我们的demand function 只不过 在刚刚的first model里面 model setting is so simple 所以我们derive出来的demand function 是长得跟之前一样的 等一下就会有例子看到是不一样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也算是展示一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很常使用uniform distribution 这种东西呢 是因为它其实有点道理 你以前经济学或者是其他的课 你经常假设demand是linear的 对吧 a-bp p上升一单位 然后你这个demand就下降b单位 这件事情是linear的 什么时候需求函数会linear呢 原来消费者的这个type we need to pay 是uniformly distributed的时候 它需求函数就会linear了 所以现在我们对这件事情 又多了一点了解 那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说啊 刚刚的消费者 他们的type是theta 其中呢 type刚好是p的那个人 他最特别 他心里觉得买货不买都没差 对吧 因为theta-p 看它是正的还是负的嘛 那可是我theta 如果刚好是p的那个人 他会觉得刚好是零 所以呢 我们就说他是一个indifferent的人 但是觉得没差嘛 买跟不买都没有差 那因为买跟不买都没有差 所以你到底要把它归类在会买还是不会买呢 好消息是 因为theta是continuous的 所以啊 你今天在demand function profit function里面 你把type为p的那个人归在哪一类 其实都没有差 所以在后面更复杂的模型里面 大家等一下就会看到 我们总是在找这个indifferent的customer 因为我一找出他来 我就知道Marki会怎么背segment 我就知道我的demand长什么样子 后面我就可以把我的problem formulate出来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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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